圆哥出忠师之力还是冰恒之卧好呢?我就来给你们分析一下并且给你们推出全新思路的出装和名文 忠师之力有暴击并且有高额的额外技能后普攻伤害 有加移速但是三秒才触发一次可以打瞬间爆发的伤害 所以用来秒脆皮是比较合适的 反观冰恒之卧没有暴击额外技能后普攻伤害也不高 但是他1.2秒就能触发一次 相当于是用一次圆哥本体的技能就触发一次 所以他伤害频率高甚至全输出一套连招都秒不掉的坦克 用冰恒之卧反而会更好用能打能风筝 那么这里就给大家推荐四套灵活多变的出装 对面脆皮多用这套全输出直接秒就可以了 名文十一变十一眼十一力加不加一个货源看你喜欢 出装顺序是先买三个铁剑 这个时候如果要支援的话就买一个草鞋 有些人喜欢六铁剑或者五铁剑都可以 然后三铁剑合成允星再买出暗影战斧 当然了前期要经常支援的话也可以先买冷静之靴 暗影战斧之后冷静之靴破均 接下来是碎星锤如果对面物理伤害高那就出不祥征兆 如果对面法术伤害高那就出魔女斗篷 最后一件出忠师之力 你比较自信的话直接忠师加无尽也可以 最后鞋子换复回甲明刀 全输出的优点就在于伤害高爆发能力强 但缺点就是容错率低 一旦失误很容易被翻盘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素材里面的原格手上的是冰恒特效 而不是忠师之力的特效 没错 这是我个人其中一套常用橱装冰恒破小流 自从冰恒之卧被动cd改成1.2秒之后 对付坦克较多减攻速厉害的阵容我就会拿去用 这个跟重装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哦 并且我花了5天时间测试这套出装上线有多高 打到了巅峰赛全国前1000名 原格国榜前50 名文是一个狩猎 9个引力 10个鹰眼 一个红月 9个异变 满极卡 51.4攻速玉石 这套名文出常规出装也能卡到16.6攻速玉石 也适合用 出装顺序前面三件套 暗影战斧冷静之靴破军是一样的 然后出一个穿鱼弓 这个时候是要比同阶段出到允星伤害要高的 做完穿鱼弓 做一个冰恒之卧 对面肉起来了 直接做破小 但如果顺风的话 直接做无尽 最后做破小 冷静之靴换复活甲铭刀 有些人实信 我说他的原格穿插普通攻击不流畅 说不定适合这一套 冰恒的减速可以让你留住敌人持续打输出 并且更好的辅助技能命中 原格的本体可以享受破小的被动 但是傀儡只能享受一半 冰恒破小无尽 这三件装备契合起来会特别恶心 但是他的缺点也很大 第一个是造价高 第二个是做破小的时候 真空期很长 要憋很久 第三个是爆发没有全输出高 这三个缺点注定了这套出装是很难走上高端局的 所以适合用的人可以拿去用 不适合用的人正常出装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一种伤害又高又肉的出装呢 有 就是这一套 当对面伤害高又很肉的情况下 可以这么出 你会发现打团的时候跳进人堆就像洗澡一样 前面三件套不变 然后出碎性锤 冰恒之卧 对面法术伤害高 或者红年反甲比较多 可以出魔女斗篷 如果对面法术伤害不高 可以出无尽 然后鞋子换复活甲名刀 但对面那几坨肉都出了减攻速的装备 可以用急引来代替鞋子 有冷却有生命值 有攻速 或者换末世电刀 这一类加攻速的出装也可以 名文是六兽烈丝引力 十英年一红月九亿变 满集六神的时候 这套出装生命值增加到了7943 名文盒装备卡到了51.4攻速一时 冰恒是为了能连着对面持续输出 攻速是为了能加快输出频率 并且防止被减太多的攻速 魔女斗篷是为了抵挡对面的法术伤害 那些高爆发法术伤害 和红年反甲的法术伤害 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看到这里 有人就会觉得伤害不够 放心吧 对面几坨大肉的阵容 你全输出伤害也是不够的 而且被减攻速了你A不到几下空有伤害和暴击也没用 还不如出点应对的出装让自己更好打一点 不是吗 我讲的这几套出装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并没有说过度吹捧什么出装比较好 谁谁谁的出装好 谁谁谁的出装不好 不管谁的出装都不是完美的 我的也不例外 适合你自己适合当前版本 适合阵容出装才是最好的 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 考虑到新手技能连招不熟练 而且本体23技能不够精准的情况 我推荐新手可以先用这套出装过度一下熟练了之后再用回常规的中式不祥或者中式无尽全输出 明文带引力百川就可以了 因为冰横的减速可以让新手更好的命中技能 而且还能养成一个穿插普弄攻击的好习惯 从而适当的降低了新手入门门槛 这期视频很有可能遭到别人喷并且认为我是在误人子弟 不过没关系 因为实在太多人催我做一期出装明文了 我把常规的出装思路教了 还讲了这些出装的利与弊 也把我的次装出装分享出来了 并没有逼着你们去用 肯定会有人适合用 有人不适合用的 大家理性思考哦